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现在转会期即将结束 安安纪虽然并没有如传言中所说 卖掉LPR的名额 但也算是千疮百孔 主要是打了很多官司 而且安安纪老板白星不断被冻结股权 在12月7号开庭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 最终判决安安纪老板姚金成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白星沦为被执行人 将被冻结3500万股权 具体的执行时间是从12月7号开始 一直被冻结到2025年12月6号 时间长达三年 值得一提的是 距离上次安安纪老板被冻结股权 仅仅过去了13天 13天前 安安纪老板姚金成 被判决冻结322万的股权 也是一样冻结三年 半个月前就引发了不小的热议 没想到不到半个月 安安纪老板又出事了 这次冻结的金额是上次的10倍 按照这个速度 感觉第三次股权冻结也快了 毕竟根据各种传言 以及即将开庭的信息来看 安安纪后面官司还有很多 而面对安安纪老板再次被冻结股权一事 不少网友也是拍手叫好 有人等着看安安纪老板破产 然后想好好庆祝一下 也有人表示 无良老板败坏了LPL圈子的风气 早该受到这种待遇了 还有人借用悠哉之前嘲讽安安纪的话 表示 人在做天在看 大家几乎都是一种普天同庆的态度 安安纪老板到处欠债是事实 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官司了 说白了欠债还还不上来 还有各种合同纠纷 相关的负面消息非常多 这才是很多人讨厌安安纪的地方 主要是LPL这么多战队 就安安纪一支不断出这种事情 自然会引发大部分人的反感 而且安安纪作为一支 在全球知名度都很高的战队 代表了LPL的形象 结果官司缠身 在一定程度上 也会对LPL造成负面的影响 还是希望安安纪老板 赶紧解决各种债务和合同问题吧 明年安安纪依然在LPL的名额 很多选手也选择和安安纪续约了 希望安安纪可以有一个健康正常合法的环境 让这些选手们好好发挥 别再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吧 值得一提的是 LPL转会期在今年 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也有很多大家一直想要知道的选手去向 一直没有确切的消息 这其中 D&B和Scout 是大家作为关注的两大中单 结果不久之前 LPL传来两大坏消息 这两个中单的结果 似乎都没有大家预期中那么好 LNG战队在昨天是正式官宣中单选手D&B离队 在官宣中 LNG说了这样的话 双方将探寻其他合作方式 祝愿D&B能尽快重返赛场 重回峡谷 而D&B也是开启了直播 在直播中和观众们解释了一下自己的情况 简单来说 就是近年的他已经没有自信了 和俱乐部商量了很久 最终决定休息 D&B坦言 自己曾经多次有过想要休息的想法 包括S11赛季之前的转会期 当时的剧情是 D&B主动帮助FPX招募韩国选手超伟 但最后没有做到 FPX当时没有很好的中单选择 最后只能是让D&B继续打一年 包括在S7赛季开始之前 D&B就透露过有退役的想法 但是S9赛季FPX夺冠了 D&B与FPX续约继续打 之后就一路走到现在 另外D&B也透露了转会期的一些情况 除了LNG之外 还有好几个队伍联系他 但是年纪太大了 要考虑的东西比较多 最后D&B也强调说 自己只是休息 不是退役 他的打法 休息不会受到影响 然后就是EDG这边的坏消息 从之前的线索来看 EDG转会期最想要的中单 应该还是Scout 但是一直都没有Scout的消息 在这个过程中连续出现了很多不同版本的爆料 最开始Scout是想要回LCK 结果拉扯失败 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 而前两天 LPR的新爆料显示 EDG给Scout开出了Net一样的高价 而Scout之前试图以一半的身价加盟T1 但T1签约Scout的意愿没有那么强 最后Scout未能加盟LCK任何一支强队 不久之前77号给出最新爆料 EDG将会签约中单FOFO 到77号公布这个爆料之前 就已经有很多消息显示说 EDG要签约FOFO 现在看来EDG离Scout越来越远了 到目前为止 作为观众 是真的不知道Scout到底在想什么 到底要什么 如果留在LPR的话 加盟EDG就是最好的选择 其他队伍的配置都远远不如EDG 更夸张的是 转会期只有Scout和LCK三支队伍拉扯 以及和EDG拉扯的消息 没有任何Scout有可能加盟其他队伍的爆料和传闻 阿伯认为 这两个消息都对LPR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因为Scout和DWINB两大中单 三胜其二 一直以来都是LPR的顶级战力 即使实力有所下滑 其所能展现出来的作用和价值都是不可替代的 Scout不能加盟EDG 意味着EDG无法凑成顶配阵容 新赛季换了新ADC 还有FOFO这个去年表现并不出色的中单 是很难真正拿到好成绩的 RNG也是类似的情况 DWINB方面大家肉眼可见 它的状态确实有很大的下滑 打LBR的表现也很一般 DWINB的下滑其实也是LPR的巨大损失 LNG战队等于说只能依赖年轻中单能够打出来 DWINB不出意外应该会给予帮助 这样来看 明年LPR值得期待的队伍不多 RNG和EDG大概率都很难了 TS向来不够稳定 WBG阵容其实也有隐患 就是老龄化比较严重 看起来只有GDG战队的配置是独一档的 也很可能是LPR明年在国际赛场上的最大希望了